有缘人,你知道吗?所谓的淡定,真的是一种人生境界,这是你长期修炼的成果。那些能够保持淡定的人,通常会拥有更多的福报。 当你能够在心灵深处保持平静,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,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境界。选择淡定的人,常常能避免精神上的内好,并且内心变得强大无比。 要相信,情绪只是一种短暂的感受,而你内心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存在。 每天的修炼,就是让自己保持淡定,这也是消除精神内好的最佳途径。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,越是急着追求,越是容易患得患失,结果反而离得更远。 然而,当你不再执着,专心走好自己的路,想要的东西反而会主动出现。 所以,活在当下,把当下该做的事做好,慢慢的,你会发现自己走在对的路上,并隐瞒你想要的结果。 当你能够从容应对一切,不论发生什么,都能保持心灵的安定,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境界。 只有当你坦然接受自己,才能够过上更高层次的生活。 这不仅仅仅是一种修炼,更是一次重生。 别忘了订阅并开启通知,这样才能不错过未来更多深度探讨与启发的内容。 现在,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今天的话题吧。 究竟如何修炼淡定呢? 其实,这是许多修行者不常透露的秘诀。 这种修炼,古代道家流传已久,随着现代的网络发达,这种智慧被传扬开来,甚至影响了西方世界。 老子和庄子的核心思想讲究无为,如今连西方人也越来越推崇这种智慧。 所谓无为,其实是顺应自然的变化,放下内心的执着和抵抗,让灵魂变得更加自由,能量场更清晰。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,而是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去行使,顺应宇宙的运行规律,而不是强行改变它们。 当你能够洞察这些规律,行动起来就能事半功倍。 历史上有许多君王推崇无为而至,如汉文帝刘衡,他减轻税负,废除科政,最终使国家繁荣,民生安定。 这就是无为而至的典范,现代的企业家也有不少运用无为的理念,例如金华酒店董事长潘子良。 他曾说,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,而是要做到无私,才能走得更远,做得更踏实。 生活中的烦恼与焦虑常常让我们困扰,但不要急着对抗。 放松,才能消解那种内心的对立感。 当我们过度紧绷,跟世界的关系就像硬碰硬,最终都是两代俱伤。 所以,放松吧,这才能让你内心的两个字迹和解。 无为的本质,就是不再让自己内好。 这看似简单,实际上却需要我们学会放手,接受一切的发声,这才是无为的真正智慧。 放下自己,放下心中的杂念,放下对命运的紧抓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艰难。 你知道吗? 那种心惊的放松,并不是因为理解了一些道理,就能自然而然达到的。 而是因为你经历过最深的绝望。 还记得庄子说的那句话吗?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 当你面对一个难以解决的人或是,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,唯有在最痛苦的绝境中,你才能对自己说,算了吧。 也就是说,你必须放下过高的期待,学会放下执着。 在那一刻,一股力量会在你心中升起,叫做无欲则刚。 当你不再害怕失去,也不再非得拥有,甚至坦然接受得不到的结果时,真正的内心力量就会诞生。 老子曾说,圣人无为故无败,无职故无师,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,而是一种内心的状态。 有为是行动的方式,而无为则是心态。 所以,不要慌张,放松心情。 你要学会消解对困难的恐惧与抗拒,这就是无为心。 而有违法,则是你要观察问题,随时调整心态和行动方式。 最后还有四个字,等待时机。 有时并不是事情做不成,而是时机未到。 当你不急于求成,并且相信命运的智慧,在这人生的旅途中,你一定能笑到最后。 无为强调的是对欲望的淡然,这并不代表没有欲望,而是你不要被欲望牵着走。 当你做到无欲则刚,你就能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平静,应对自如。 而无为的另一层含义是无争,不为民必去争夺,不抢求结果,专注于过程,让结果自然呈现。 这样的态度可以让你减少内心的焦躁,更加专注当下的行动。 无为真的是一种大智慧,它教我们将生命的能量从执着和纠结中收回来, 不再与自己或世界对抗。 只有当你停止内耗,才能全力以赴地面对这个世界。 以无为的心,心有为的事,这样的有为才能引发出真正的智慧。 当你学会放下执念,心灵变得清明,你的元神会变得强大无比。 当你领悟了这个道理,修炼无为的心态,你的人生将会彻底改变。 学会放松,不再对抗,你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,让自己的能量和磁场大到和谐。 感恩每一次的挑战,因为它们是你成长的契机,让你更接近觉醒。 当你内心真正强大,福报和能量自然会增加,潜意识和灵魂也会更加协调。 希望你在这修炼之路上,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淡定,让内心变得强大起来。 这样一来,你的元神会更加明亮,能量场也会更强大,最终参透人生的真谛。 当你能够在生活中实践无为,不仅会让你觉醒,还会带来无尽的福报。 朋友,你可曾想过,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无论外界怎么变迁,成功还是失败,赞美还是诽谤,总能稳稳地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。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生命中的一切。 这样的人,拥有无限的勇气,能够坦然接受生活中的所有挑战。 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? 内心强大的人,往往具备五个重要特质。 首先,他们对自己的梦想和信念坚持不懈,但当发现方向错误时,也能及时调整。 这种灵活性让他们的潜意识与魅在力量共同运作,使他们更接近成功。 人生充满未知,适当调整方向,才能实现梦想。 因此,朋友,你也要对自己的目标保持坚定,即使有时出现错误,也要懂得适时修正,这样才能走得更远。 其次,内心强大的人,能在逆境中保持冷静,在欢情中则不吝表现自我。 他们的能量场能灵活切换,吸引更多的机会与福报。 平时的低调沉稳,让他们能理性应对挑战,而在适当的场合表现出色,则能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。 因此,面对困难时,你要学会冷静,但别忘了也要适时鼓励自己,这样内心才能更坚韧。 内心强大的人,虽然读了很多书,学习了很多东西,但他们始终明白,自己在浩瀚的宇宙面前还是渺小的。 保持谦卑和好奇心,让他们的灵魂更加丰盈。 知识无穷无尽,只有不断敞开心扉才能汲取更多智能。 因此,朋友保持谦卑,对心知始终充满好奇,这样你才能不断进步。 强大的人还擅长观察他人的错误,从中学习,但也不惧怕自己犯错。 这种态度让他们的内心更稳定,不会因小小的失误就动摇信心。 错误是成长的一部分,唯有感于面对,才能获得真正的决心与成长。 所以,你要学会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,也要勇敢接受自己的失误。 这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。 最后,内心强大的人,懂得无私地帮助他人,内心充满爱与慈悲,但同时也懂得照顾自己,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回报。 这种平衡,让他们的能量更加清晰,福报也随之增多。 无私并不等于牺牲,适度地自我照顾,能让你在帮助他人的同时,也不会失去自我。 朋友,咱们都要明白,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力量,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。 一旦你领悟了这一点,接下来就该开始修炼了。 这里有七个好习惯,可以帮助你时时刻刻在生活中保持淡定。 首先,学会微笑吧。 这个简单的表情,不仅展现你的好心情,还能让你周围的人感受到你的正能量。 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痛苦而停下脚步,所以心情是自己掌握的。 每当觉得亚历山大事,记得提醒自己,笑一笑,天大的事都不算什么。 接着,你得学会欣赏自己。 不必追求完美,但一定要看到自己的闪光点。 感谢自己,赞美自己,这样灵魂会变得更加丰盈。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,自我欣赏能增强你的自信,吸引更多好运。 再来,你需要学会照顾自己。 没有人能永远在你身边扶持,学会自我照顾,自我激励。 这样,你才不会被外界动摇。 照顾自己,是你对自己的责任,也是自我成长的基石。 对得失呢,得学会淡然处之。 别总是执着于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,也别老念着过去的遗憾。 这样,心灵会更自由,能量场也会更清晰。 得失不过是过眼烟云,唯有淡定,才能让你在追求中领悟生命的真谛。 学会宽容也是关键。 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,宽容并不是懦弱,而是一种智慧,它能给彼此更多的空间。 宽容带来的是更柔和的能量和更加豁达的心灵。 这是一种爱和慈悲能化解许多不必要的矛盾。 还有一点,要勇敢地与痛苦告别。 生活中难免有挫折,但别让它们缠住你。 当你学会放下痛苦,灵魂会变得更加坚韧,不会被过去的阴影困住。 放下那些业障,你才能真正释放自己,迎接新的机遇。 坚强也是一种力量。 当你遇到挫折时,别忘了你内在的力量有多大。 坚持下去,光明总会到来。 坚强会让你的灵魂更加坚定,能稳住自己的能量,迎接更好的未来。 最后,要学会珍惜。 珍惜健康,珍惜身边的一切,还有那些关心你的人。 珍惜是一种感恩的态度,让你在生活中充满爱,这会吸引更多的福报与好运。 朋友,勇气是什么呢? 勇气就是相信自己的价值,知道自己能够克服困难。 生活不会总是如意,但你可以选择面对,因为逃避只会让你越来越无力。 当你觉得自己能帮助他人,你就会有勇气去解决问题。 这样,你的灵魂会更加坚定,能量也会越来越强大。 学会这七个习惯,让正能量充满你的生活,修炼自己的内心,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吧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学会淡定或者说出您的想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,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抖泪,小额赞助,你们的留言我都会堪忧。 最后,请积极分享,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,不仅帮助了别人,也让自己受益,种下智慧种子,功德无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